露思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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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露思诚 我的露思诚 我是在做梦吗 陆思诚跟我在一个电梯 和我呼吸同一个电梯里的空气 几层 几层 四十六 谢谢啊 好尴尬呀 她肯定觉得我特别地爱 爱搓穷丑 仓鼠一样 不行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我够得到的 我就是今天拿太多东西了 我真的够得到 好 我让得到 可能是我订的外卖到 劳烦队长大大帮我开下门 好的 你在干嘛呢 上小号评论 我也不喜欢 陆思诚 怎么开门的是你啊 谢谢 我 我是讨厌啊 哇塞 好饿 诚哥 不再来一把 路人局太康复 白当大腿拉着伤分忍不了 吃人头送 比我杀得多 诚哥今天很暴躁啊 诚哥 我劝你忍着不吧 后天就说句审核了 要是不想被扣工资的话 最少还差一百个 盛典外加三把竞技赛 咱们诚哥 凉了 不用挣扎了 掉一个段 扣百分之二十多月薪 自打这个规矩出来之后 诚哥就再也没有拿过完整的工资了 诚哥 咱们别任性了 任性扣钱哪 贵 没事 咱们诚哥有钱 不对啊诚哥 这不是我店的外卖啊 我到ZGDX报到 并敲响了门 来开门的是诚哥 然后他拿走了我的外卖 说了声谢谢 就把门关上了 于是 现在我又站在大门前了 还有更多的 第二 第三 第三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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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三 三 五 六 六 六 早 早 诚哥 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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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跑什么呀 刺激 你觉得呢 太刺激了 等等我 诚哥 我能叫你诚哥吗 叫爸爸多合适啊 我劝你做个人吧 你不是早叫了吗 癌子 快点 等等 什么癌子 大家萍水相逢 我劝你善良点好吗 做什么敌意这么大 因为我没想过未来队友会是个微成年 我二十二了 大学都毕业了 你的身高告诉我你再撒谎 微博删了 我不 谁让你先把我关在门外的 还说我爱 微博置顶啦 孩子 上车 我的天 职业选手都开这个吗 怎么 做惯了滴滴专车 自己不会开车门啊 不敢不敢 我自己用 程哥 我去买个拖鞋 还有日常洗漱用品 随便去附近哪个商场都可以 不然呢 带你去家具城 真的吗 小声 你unta vill 前两天春季赛决赛的时候 小学说你也来了 是啊 跟我们住同一个酒店 是啊 四十六楼 是 不是 不是 那天那个倔强奶子果然是你 不是我 倔强的不承认自己 又倔强的不承认的是你自己 不是 诚哥 你听我说 我那天不是够不着 是拿了太多东西成熟 所以才 倔强 我要开始讨厌你了 你看我胖吗 真熟 快点 诚哥 哪个好看 蓝色 我记得我刚说的是蓝色 直男的审美都是用来排除的 比如 小胖 还买什么一次性买完 别跟耍杂技一样 你刚快挂驾驾驶 这不怪我 就剩下最后一双粉色 我刚刚好不容易拿下来的 就会 原来那天在超市里面 把水偷偷藏起来的 就是你啊 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是那个偷水贼 什么偷水贼 是买写你名字了吗 那是我先看到 我先藏起来的 那也叫藏啊 那怎么不叫藏了 在超市里面藏的东西 你是小孩吗 我那是害怕先被别人买走 我那两天 以为自己被一群矮子丧失为成了 没想到 是同一个人 什么矮子丧失为成 队长你好好说话 怎么了 你看 正说我和你手拉手逛街 他们造谣都不用付成本的 我明明连你的手都没有碰过 现在碰过了 还委屈吗 你的猫要把你勒死了 哦 你自己去看一下豆瓣专组 丑蛋 没有的事 别瞎猜 这是你 嗯 为什么 毒枪眼的事 你给男人来做 诚哥 干什么 你这什么眼神啊 说回去 虽然不知道 未来谁有心当你的陆夫人 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 有点羡慕她了 因为你一定会把她保护得很好 刀枪不入 风雨不轻 什么陆夫人 你是不是弱智啊 嗯 小学毕业以后就再没有人夸过我了 再让我听两句 一定是好看的 别听她瞎吹了 想听夸奖 我夸你 长得好看的女孩 都很危险 我妈妈好像是这样对我收购来着 虽然这支队伍很厉害 夸啊 但是下一次我就不会上当了哦 下 什么意思啊 队长大人 我今天表现出色 夸奖呢 打得不错 那 队长大人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难道我从头到尾 就没有一点优点值得人 来自队长大人奖励你的小红花 继续努力 争取下一次给你花脑门上 陆思诚 你又是圆没毕业啊 傻猪路思诚 这丑花还擦不掉了 你自己到的这些奖励 要完奖励你要擦掉 你怎么那么难伺候 还有小姑娘加加不许讲脏话 好 不喜欢小红花呀 先会给你画王吧 我配 画你脑门上 好 我们没聊什么 我们就是在聊 你的父母很支持你打电筋 这有什么好聊的 你家人不支持你打电筋 我爸还好 我妈就 如果我们家都听我爸的就好了 不过我爸和你爸一样 去那 去那挺好的 挺好的 你就别指望你男人会去那了 凭什么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二根子转 走了孩子 我老戏就看不见弹幕了 看不见已经不存在 我真是个小精灵工人 他们居然找了一个小学生来打比赛啊 CGDX战队雇佣同工我要去举报 你看上去最高不超过一米六 看小学生打职业怎么感觉这么猛 二三四三三三三三三 陆思成 你他 在干什么 念弹幕在直播 注意文明 小孩子不要讲脏话 我又没说 再说了 小胖天天说 他已经没救了 聊天就聊天干嘛突然cue我 你别念弹幕 我会分心 会死 不 谁在念弹幕 是陈哥 对是我 对是我 我老婆不是追月神啊 是Smiley 你大概需要去看一下眼科 如果脑科人少的话 我推荐你也可以去 他在干嘛呀 啊 Smiley啊 你长得真好看 真好看真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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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啊 要不去厕所吃点什么冷静一下 你这样念弹幕有意思吗 有啊 Smiley明明长得那么忙 为什么游戏打得那么凶啊 心有猛虎 细绣有强威 你准备念到什么时候 我累累的时候吧 你能调高座椅的高度吗 你这样坐着看的好矮啊 摄像头能不能照上你的脸 别只有脑门吧 电竞艺你们会用吗 电竞艺你们会用啊 你 看吧 恭喜你呀 输得真惨啊 三三四四四四 小蕊 你给童谣买的显示器黑白的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一夜没睡 一会儿就去 练了一晚上玉藻前 你不是说你没事吗 你不是说你没事吗 我骗你呢 我有事 出大事了 看出来了 我回个锤子玉藻前 我是个锤子过腹地玉藻前 小骗子 小骗子 队长大人你终于来了 喂 姐妹快醒醒 有人来接你啦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看到我们队长 他凶神为傻地看着我 好想把我扔到海里去 那我明天开场给你老师 他怎么做成这样 他心情不好 我又怕他闲着 跑到网上去看那些风言风语 结果没想到 喝大了 哪里 我喝的是冰红茶 闭嘴 怎么在梦里还这么凶 我先带他回去 我送童谣回去 我是队队队长 我有义务把他送回队队基地 我是他前男友 前 那就是过去式了 走 怎么了 诚哥 你要不要吃点芒果干很甜的 这什么东西啊 指甲上弄那么多东西怎么摸键盘 还有 这么长的睫毛 不折是想 这么浓的香水尾 是想呛死自己的队友 然后收到比赛吗 想要拿手法尾 就给我一门心思好好练 不要整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你干什么 你头发上沾了根毛 大鸣的猛 大鸣的猛 看来还是静阳有经验 看来还是静阳有经验 孩子 太阳都快下山 你快点 你快点 吃 看来 看来 我怎么感觉这么像招婚纱招呢 行行行行 来看这里 果然男生身边如果不是女神 就一定是另外一个男生 你来了 早就让你出门带伞你不带 现在还要让人专门来接 不好意思 我等着 一年打扰了 她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 这些我要是送给你的 看什么 没什么 这个送你了 给 那个走了走了冷死 怎么了 你们经理说回来接个人 来 怎么了 看你不舒服 特别深请来照顾你 我是发烧了 但是我没烧坏脑子 怎么回事啊 裤子脏了 把裤子上了 让你离我远一点 你鼻子啊你又闻不到 拉眼睛行不行 小姑娘 别忘了系安全带啊 好 你鬼鬼祟祟拉我房间干什么 小儿说让我看你穿药 你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自己吃啊 你吃完再睡吧 给 水太大了 重新倒 你知道吗 女人每个月那几天的痛 加三倍就像到一时分娩时候的痛 你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痛吧 就像是把你下嘴唇掀起来 盖住整个脑袋一样 大概就是这么痛 所以每当这个时候 就算是哥斯拉入侵地球 我也能一脚把她踹回海里 就是因为她打扰我 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 所以喝水 吃药 别作 再喝一口 生病就是要多喝热水 对了 不能空腹吃药的 我点外卖 你要吃什么 我想死 你要死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陛下 你要死也要死在陆月 这个乱臣贼子之后吧 你想吃什么 黄斑鸡米饭 麻辣香锅 日本料理还是韩国菜 不许说不可以 你怎么肚子痛 胃口还那么好 还有肚子痛 吃吃料是什么鬼 我是给你点的 我想喝粥 我也想喝粥 我想喝白粥加红糖那种 叫外卖吧 红糖厨房里有 粥到了自己喝 今天老肉病子还能不能好 你干吗 你怎么下来了 你想喝水的话 发个微信给我 我给你送上去啊 让开 怎么回事啊 哥斯莱入侵地球的时候 女人不能碰水 煮好了 告诉我 我先上去 你干吗突然回头 你干吗跟着我 诚哥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不是啊 我也没那么好奇了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不想说 没有 读书的时候在家里住 我妈每个月都有固定 那么几天 对我使魂来使魂去 所以我从小被灌输了 一个思想 女人也有权利 在每个月的某几天 可以作天作地 是哦 那你应该还挺辛苦的 所以后面就住校了 夏天热死也不回家 那你真的很棒了 我不会请你找人谈恋爱 是哦 你看上去也不像是 喜欢人类的样子 你说什么 我不是不喜欢人类 我喜欢游戏 如果要我谈恋爱 我希望找个游戏大的 比我好的人 出去啊 对啊 我妈约了那个女的 出了门才告诉我 哪个女的 相亲哦 相什么亲啊 又逛着脚步穿鞋到处乱跑 下次你来胜利期 爬着走也不会有人同情你 穿上 哦 嗯 过来看看困的这个习惯 嗯 来了来了 好 小胖 跟我换个位子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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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啊 是啊 偶尔早起 怎么 还要跟你打个招呼啊 那当然了 你都被别人说我是你的女人了 我觉得你穿什么颜色的袜子 应该通知我一声 黑色 还满意吗 那是我给大饼做的 谁知道他不爱吃 扔了怪可惜的 要不你吃了吧 好 那个人是你的相亲对象吗 诚哥 算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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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 是诚哥的手 就像直播的手都那样 我就觉得他俩不对劲了 早就知道他俩没劲了好吧 是吗 你要再敢跟他眉来眼去 下次恐怕要当你当面法式热门 才能打消他的念头 没有眉来眼去 别当我瞎了 知道了 你先把我头放开 不行 我他还在看着 你俩又背着我说悄悄话 比赛都快开始了 你们这样合适吗 有些人太膨胀了 想要拿万金烛 我问他想不想看见明天的太阳 当我没说 怎么 又被鬼吓到了 小胖说他饿了 让我来催你去买小龙虾 那个 你相亲对象呢 走了 走了 走吧 开车去买小龙虾 还要开车去啊 那家店在城南 不早说 早说我就不跑出来 又没让你追出来 你 你 你怎么了 手疼 手受伤了 打职业久了 而且又是XD位 有点受伤很正常 老损而已 这要平时不拿那些重的东西 就 你干什么 你有手伤怎么不早点说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我是老损又不是残废 给我 不用不用 我在家给我妈看过 人气过耳的 没那么娇怪 你在这儿等我就好了 喂 陆思诚 开门 陆思诚 开门 真是心情啊 什么 第一次被小姑娘照顾 可是我不是小姑娘 总之 谢谢 坐 安全带 你怎么不吃 嫌麻烦呗 还容易留一手腕 这味道两天都散不去 太难受了 这偶像包不重呢 这偶像包不重呢 除非你把这虾剥好 给它放到碗里 以为自己吃的博士顿龙虾 还有人伺候 那 你看着我剥的 我没下老鼠药啊 不吃酸 我来 你再喝一口微穴 快点 快 怎么样 我说的吧 喝味水水下绝配 看来你还是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我不会说漂亮的话 也不会说莫名其妙的对不起 我只知道 我想和你们一起赢每一场比赛 不想缺席任何一场比赛 不想再让你们失望 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绊脚石 想做你们的队友 直到某一天 能够站在你们和我都想站在那 那个世界的巅峰 我知道你说了很多委屈 明明是维护队友 为什么要被这样看待 大家都很感谢你的维护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玩了那个游戏 就是为了帮你少带一点节奏 争取多弄一点证据 还有我 我也很感谢你的维护 但我并不是让你磨去自己的棱角 小姑娘 我只想你知道 在保护别人的时候 要先学会保护自己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保护我自己 等你某一天强大到别人打不到你的时候 队长 什么 诚哥 干什么呢 快开场了 去比赛了 诚哥 那你也是那种人吗 什么 强大到无所畏惧 我不是 我也会有害怕 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诚哥 最后一个问题 问 你这几天不理我 只是因为生气吗 还是有其他原因 因为害怕 我的队长大人 就要开场了 害怕会心软 别动 再动肯定滚 陆思诚我不是 你怎么说 你 诚哥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 我一定是在梦游 不是 行不行 我的天 我才看到了个啥 我又笑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对照 怪我太天真 为什么被我看到 为什么又被我看到 胖英文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大概只有不超过五天的时间 会早起 为什么就偏偏选这几天 才爱我的眼睛 还是其实你们天天都 我要报警 干吗 慈眉一副你受惊吓的样子 你干什么人家睡觉 你从那么见 我从楼上下来 想看看我的猫 是不是还活着 跑后的猫怎么会死啊 你要找借口 麻烦也换一换 还要不是你昨天 说要买那个捕鹰草 我就看我的猫 是不是活着 有没有被你掐死 准备塞马腾里冲走 结果 就下来看见你 开着牌位睡着了 然后就出于好心 怕你冻着 给你找了条毯子盖 谁知道你一言不合 就把我的头 往你肚子上按 还弄了我的头 怎么可能 你以为我是大饼 怎 怎么 反正最后 落幕戏让小胖看到了 诚哥 你是在和笑容联业会吗 他怎么也在 还是你们整个战队都在 怎么躲起来了 是害羞吗 天哪 你们不会真的在约会吧 网上说的刚开始 我还不信呢 你看过来 谁也不信啊 大家好 我是GGDX的中单 笑容联业 标准地接受了MVP采访 使用的台词 你们别笑了 他脸皮子本来就薄 好不容易才舒服得陪我看电影 诚哥 就你们俩吧 嗯 是 我觉得这肯定是 我在靖川阳这场微博上 经常看到有人讨论你们 所以 你们是真的在一起了吗 我们 我们是和谐队有关系 纯属巧合出来看电影的 对有关系啊 嗯 乖 有什么毛病 又讨厌又要看 诶 你让开 别怪我直播 虽然我讨厌他 但是也不妨碍我看他直播演戏啊 这个人 满嘴谎话 张嘴就能骗人的人 多难得呀 这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 教育我们电竞圈的男人 不可取 说什么疯狂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自己遇不到好的 在这儿输来输去 什么叫我遇不到好的 那还怪我咯 那你跟我说说 电竞圈里面 有几个这样的好男人 打游戏打得又好 长得又帅 又有耐心 不乱搞还不骗人那种 有啊 谁啊 我 我 要不要试试 你在说什么 什么情况 随便说说 看你那样 有没有出息 这种话是能随便乱说的吗 是啊 我想乱说就乱说 我是好人 但你现在这种想法 让我觉得很担忧 担忧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来之前 你就先对这个圈子绝望了 那就麻烦了 这个圈子里面还是有很多好男人的 又有钱的 又帅的 尤其打得又好 又不是瑞粉的 把基地当成和尚庙 就差每天起来念一遍心经了 谁啊 我 所以 之前的问题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试一试 试什么 我 你干嘛 我说什么了你就这样 我是让你跟我就地入洞房了吗 你 你别乱说 陆思诚 我告诉你 跟别人表白 不是用这样的语气 这样的表情的 孔雀求偶都知道开评呢 你怎么能这样 哪样 凶 那我温柔点 你就答应了吗 你看 你沉默了 我真的想把简阳和许泰伦拉出来打一顿 关他们什么事 你找个镜子照照看 你刚刚的表情有多可怕 原本好像在等等 至少拿个总款军什么的才跟你说 现在好了 看到你这个表情我就知道不行了 要是再来个许泰伦这样的 不用等到总决赛 你就已经归于我佛了 毕竟这个圈子里面人渣也挺多的 不像我 我很好的 好 要不等到全国总决赛拿到冠军之后再说吧 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你该吃药了 你这人有没有原则 早在你上次问我是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完美人设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过不是了 如果我坚持原则的下场是看着我心爱的女人 跑去尼古湾里面敲木鱼 那我坚持原则干什么 坑我自己吗 所以 是我自作多情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那为什么要在椅子后面 装作一副被抛弃的小狗的语气 让我不要去见相亲对象 那我是要被拒绝了 那我是要被拒绝了 不敢 那你答应我了 也并没有 那我知道了 你只是单纯的想被揍而已 你看 就是这种语气 队长的语气 队爸的语气 老爸的语气 随便是什么语气 反正就是不像男朋友的语气 我说的男朋友又不是说你 你笑什么 把嘴角放下来 你稍微 想不像男朋友的语气 不给个机会试一试怎么知道 你别摇我的手啊 老男人还撒酒 犯规 你考虑一下 给你两个小时时间 晚上九点之前 为什么是九点 因为那关火到晚上 能不能睡一个安稳觉 把头发擦干 别着凉了 一会儿还要采访 瑞哥 隔壁都行动起来了 我们可不能落后 咱们就没有门禁吗 咱们队员自觉 用不着那么搞 什么自觉 刚刚你家A地 还想拐隔壁家A地 出去喝酒呢 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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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宋师 陆思诚 童谣 你来看看你猫是不是饿了 我来看看 宋师 宋师 你瞧瞧 这是 我跟他们说 你让我帮你拿瓶水 你还挺机智的嘛 有没有向往 怎么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OPL俱乐部在大洗牌 听说DQ5 连带管理层都换了好几个人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好 火烧太过了 连选手正常谈恋爱都要管 他们说我们家金阳全靠艾家一样 说什么天天在基地晃来晃去 影响艾家训练 活生生一个狐狸精 你朋友不是开宝水节吗 艾家私房仙得存多久才能给她买啊 那他们又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你跟我气狠狠狠吗 好了吗 你看这个 女人真可怕 还好我诚哥单身狗 不想让别的妹子来影响她的职业状态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行行好 离她远一点 你知道粉丝的言论不代表本人的吧 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啊 我知道 但是 可能你还是做一个只会打游戏的单身狗 比较符合形象 万一你谈恋爱了 你就再也不是万千少女心中的梦了 我不 你不什么不啊 怎么感觉跟你谈个恋爱比登天还难啊 大不了就不公平啊 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 我不勉强你 真的吗 真的啊 毕竟是我犯规在线 想想可能对于你的身份来说 你比我更不需要这方面的节奏 但是并不代表我会后悔 你要埋怨就埋怨我好了 是我先招惹你的 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 你最多算共犯 我怎么就是共犯了 游戏打得好 对职业态度过分认真可爱 这样的行为严重勾引我 是吗 想犯罪 来搜罗吗 搜罗一整晚的那种 你说什么呢 你出去 童谣 出去 早点休息 你太理智了 可是我就不行 我就会受影响 会心态爆炸 会伤心 会难过 是人都会的 可是你好像就不会 诚哥 你是不是真的强大到无所畏惧 是啊 因为我还要保护你们啊 不管了不管了 抱一下再说 你这种仿佛世界末日要来的语气是什么情况 一想到明天这么好的胸肌和腹肌 就可能不属于我 堪比世界末日 我确认了眼神 好帅啊 好帅啊他 好帅啊他 好帅啊 想要哪一个 不是有一个了吗 这个他帽子的吧 不一样的 不是 那个兔子很难夹的 对啊 我们站了半天都没有夹到 就是 太难了 我的天啊 太厉害了吧 我把脚都拿到了 我把脚都拿到了 太厉害了 好厉害了 好厉害啊 哇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好帅啊 我也想要那个玩偶像 哪个可 好可爱的玩偶像 中间那一个 什么 好香啊 没事 小考虑 好吗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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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我的何单 俱乐部的订单 出了点问题 八点才能把房间收拾出来 大家稍安不走啊 我刚看了点评 这家酒店的餐厅 评分就特别高 要不我们去吃点饭 怎么样 好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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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走 走 好 诚哥 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去吧 我去和我妈报声平安 好 等我跟妈妈问好 怎么了 你在干吗 我刚做完面膜啊 明天还要早起呢 好困啊 我觉得我随时都可能睡着 门锁好啊 门口放一把凳子 关门 防贼还是防你啊 防我 好了先不说了 我先挂了 拜拜 芒果干 我要吃 你跟一只兔子一样 你给我 我不给 你给我 我不给 个子高就欺负人是吧 兔子急了还有人呢 不给 给我 就不给 给我 我不给 陆思诚 不给 那个 这是两位的猪肉斧 谢谢 谢谢啊 那你们先慢慢看 有需要再找我 好 给我 看你吃 你说你谈恋爱的消息 让我从网上知道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妈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您不用过来 我不过来 我再不过来 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终身大事 都要自己做决定了 你连问都不问一句我和你爸 我已经成年很久了 成年怎么了 你再成年 你也还是我的儿子呀 再说了 你谈恋爱 我来看看都不行啊 童谣 你觉得他这么做 合适吗 妈 我喜欢他 这件事情谁都改变不了 是啊 你喜欢谁 你要和谁在一起 的确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用征求我们大人的意见 不过呢 我看网上这情形 你们俩在一起的路 注定会很坎坷的 妈您不用担心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 我都会和他一起面对 在干什么 没什么 就是网上那些骂我们的帖子 你怎么进来又不敲门 你怎么了 我被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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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与良心 不是说好一起成长 一起变强的吗 怎么现在玻璃心碎了一滴啊 我没有玻璃心碎一滴 我只是在想 我们和阿尔法的比赛输了 所以网上有那些 骂我们的帖子很正常 但是我更担心后面的比赛 万一要是输了的话 我就真的成了他们口中的那个 我还 放屁 诚哥 那你不会觉得委屈 不会觉得后悔吗 没有 从来没有觉得后悔 是你想多了 如果我们入围赛全胜的话 那才会让人觉得不安吧 可是我不想输 哪怕是入围赛我也不想输 而且后面YQCB和FANANTIK 他们都很强 是啊 所以我们才要调整好心态 稍不留神状态不好 都是可能导致我们输比赛的原因 但这个原因 不会是你 还有啊 先再输 总好过到时候淘汰赛 和全国总结再输吧 因为到了那个阶段 才是真的输不起的时候 诚哥 是不是觉得我会针对操作了心啊 没事 忍住 好 那 那个快递盒子里面还有蟑螂 刀片和死老鼠才是比我配 它们换成蟑螂 一定是我在直播间剁嘴说过我怕蟑螂 我怎么不说我有钻石黄金恐惧症啊 眼泪都流出来了 还说那么多 那是疼的 你都快把整瓶酒精撒在我手上了 你知道有多疼吗 没我心疼 我都快把整瓶子都拿走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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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三年多了 昨天这么晚回 我 让我担心 睡吧 睡吧 忍一下 马上就好了 诚哥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不骂我一顿 揍我一顿也行 不让我上场 只让我打训练赛 每场比赛坐冷板凳都可以 你为什么从头到尾 你都不说一句话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你 你都不理我 就把我晾到一遍 我是人 活生生的人 又不是空气 诚哥 我们是不是要分手了 你想跟我分手 因为我做得不够好 让你哭了 你就要跟我说分手吗 那是你刚刚自己说的 我是说了 你紧张什么 你这么看着我 我能不紧张吗 所以你现在是要心事问罪了 不是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一直都很好啊 你是陆思诚 是杰斯曼 是大家心目中那一地之神 以前都没有人敢骂你的 直到我出现了 到处多管闲事 惹事生非 如果有一个麻烦精 那一定是我 我就好奇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不是想和你分手 只是你前几天都不理我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或者说吓我烦了 所以忍不住才想问你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至少我抢尽一步把你甩了 这样才没那么丢脸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很混乱 然后又发生了你受伤的事情 我很生气 但我不知道该冲谁发黄 所以你就冲我了 我没有 我只是在生我自己的钱 不是不愿意跟你讲话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让你接受这样的我 我在你心里 已经不是高高在上完美的男人了 我甚至连关键时刻都不能保护你 你想多了 什么高高在上又完美的 不是这样吗 我可是见过你邋邋遢遢的样子的 这是你跟我提分手的理由吗 我都说了我没有 你怎么还 以后不管怎么样 都不许说分手 那是我要在你耍了我之前先发之人 不会有那一天的 想都别想的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所以分手这件事情 我再说一遍 想都别想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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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还疼吗 诚哥 你开开门 我帮你敷药 诚哥 诚哥 我想敬一敬 好 那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就开门 我会在这里陪着你 好 auf 好 诚哥 我第一次到战队的时候 第一次正式见到你的时候 你就把我关在门外 当时我就在想 完了 队长这么霸道 要是以后相处不好 可怎么办 万一以后表现不好 肯定天天被你骂 后来 果然 我天天被你骂 但是我好像也习惯了 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 不管是说我菜也好 还是打人事件也好 事实证明 你都是对的 所以 我好像也习惯了 习惯听你的话 习惯依靠你 以为你无所不能 你一直都是ZGDX的队长 一直都是世界排名前三的AD 你很强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自己解决一样 不过 我还是要在你耳边念叨你的 虽然你是队长 但是你不要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 把所有人都护在你的羽翼之下 你是人 又不是神 总会有让你难以承受 或者是难以解决的事情 你之前说 怕你再也不是我心中那个高高在上又完美的男人 其实不是的 虽然 我看过你穿廉价T恤 没有刮胡子尖脚指甲的样子 但是 你在我心中 依然是无可取代的 还有一件事情 我没有告诉你 就是 你公开恋情这件事情 从女朋友的角度来说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你不顾全世界人的眼光 证明你在乎我 你爱我 我真的很高兴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谢谢你 帮我找出那个女孩 查清一切 俱乐部的意思 其实小瑞有悄悄告诉我 我说没关系 要顾全大局嘛 我都做好了被骂 和向全网道歉的心理准备 因为总有那么多人告诉我 你是公众人物 在享受聚光灯带来荣耀的时候 你就要学会承受光背后的阴暗面 不管你受了再多委屈 再多指责 你告诉我 可是你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你告诉我 不用这么委屈自己 因为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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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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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拿你钱包的时候 手键想看你的身份证处照 你 还好我跑得快 要不然商场都关门了 好 生日快乐 祝你花木兰 你们俩另外够了吗 我们几个真的是有点饿了 能吃蛋糕了吗 其实我都不打算过生日了 快要比赛了 过不过都差不多 就算要打比赛 生日也要过 对啊 快快快 赶紧许个月 对 来 许个月 我 来 想好还有什么要望了吗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要不要这么土啊 希望我们能拿冠军 没了 不仅是全国总冠军 还要是世界冠军 就这些啊 你是真不打算告诉我了 冤枉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不相信 除了我自己以外 谁能掌控我的命运 我们的未来 只属于你和我的 这里 那你呢 如果真的要问我 许什么愿望的话 我希望 我能一辈子守护在你身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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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